为了宣传高雄试运试运会呢 派出了台湾的保龄球选手前往马来西亚参加表演赛 备战的是曾经获得试运亚军的大马选手 没想到竟然一举打败强敌拿到了第一名 宣传7月即将在高雄举行的世界运动会 高雄试运走出国门来到马来西亚举办竞赛 虽然是表演赛 但是马来西亚派出的选手可一点也不马虎 由获得2005年世云魂亚军选手沙琳朱祖飞 跟苏玛兹兰代表出赛 而台湾则是由世云代表培训选手王又玲跟肖俊 一起来进行对抗表演赛 加一点信心 然后希望能在台湾再次跟他们的交手 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一直可以 真的可以磨练我们 没想到台湾选手竟然意外打出了好成绩 不仅选手洗出望外笑容全写在脸上 因为这样的好成绩也成功的占领了媒体版面 大大增加了宣传效果 运动里面很多的这种fan或是很多的支持者 他们都会看运动频道 所以我们希望在世界运动会的时候 透过运动频道的方式 可以介绍更多的人了解世界运动会 为了宣传高雄试运不仅请出选手 亲自到国外举行表演赛 现场还有体育频道来转播 不仅有台湾马来西亚看得见 就连印度菲律宾新加坡还有香港 也都看得见精彩赛事 希望争取到国际注意力 增加试运期间更多游客来到台湾高雄 替选手加油也增加地方的难见度 昨天新闻 郭建信台报道